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酒也不要喝到醉了 怕没怕儿子 这样就不可以了 那还有人就问了 那我归之后需要吃素吗 归三宝并不一定要吃素 归只是宣誓自己终身信奉三宝 成为一个佛弟子 与吃素没有关系 还有人说 因为还没有归之前 是会在家里放一些什么 太祖牙啦 太祖牙公啦 麻祖婆啦 王牙公啦 家里放了一些神明 那过年过节呢 那过年过节呢 还需要去拜拜 像七月半啊 要拜这些好兄弟 那我这样归一了 还可以拜吗 没有问题 当然可以拜 归一三宝的人啊 仍然可以敬神祭祖 因为归一与拜拜不同 归一是一生的 是一种信仰 拜拜呢 只是一时的 是表示尊敬 礼貌 我们平时看到异教徒 都可以跟他握手啦 点头啦 表示礼貌 所以对于我们的祖先神明 当然也可以表示尊敬 但是呢 尊敬不同于信仰 所以归一后啊 就不可以再迷信神明了 还有人啊 问说 哎呀 师傅 我养了几只狗狗啊 听人家说带狗狗去归一 可以帮助他脱离畜生道 那动物真的可以归一吗 他不懂可以归一吗 嗯 可以的 其实呢 因为动物啊 本身不可能像人一样 归一之后呢 懂得去修行 所以呢 只是结缘的方便 三归一 好 让他呢 种种这个善根 有这样的种子存在 好 那再来呢 就是已经归一了 可是看到师傅啊 举办归一一事 那还想再归一一次 可以吗 可以的 当然可以 没有问题 如果是已经受过三归 那现在再求受三归一 可以广结佛缘 广结法缘 广结僧缘 我们称这个叫做结缘三归 或是真意三归 好 所以各位菩萨 你们听一听之后 是不是觉得归一并没有那么严重到说 哦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好 但是呢 归一三宝的人 好 一定要记住 好 一定要有正知正见 要深信因果 要能诸恶莫作 种善后行 好 如此呢 才能够获得佛法的收用 好 才能得到信仰的利益 好了 希望每位归一的佛弟子 都能够真正得到归一的利益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